在周末啦,姐姐小飞的心已经按满不住了 男工行小姐在昨天看见的热新闻很兴奋 董璇好像有新恋情啦 当她的意思,美貌经常闲书的姑娘会苦撑家庭迷人了那么多 终于路衰落,婚姻,恢复单身之后,前路四季,十里桃花 虽然恋情还没有做实,但这是多么喜欢乐见的故事 姐姐真心认为,但是妈妈从来不该是带着孩子 歪歪歪嘻嘻嘻的样子,那是多老多老的老房丽了 现在的单身妈妈仅仅有努力,一样充满成熟女性的吸引力 更不乏其名为惊吓或惊喜 网上流出的照片里,董璇和一位身在略显见到的中年男子在一起 在最佳的亲子餐厅门口热情送客 两人同胖的样子很熟人,CP感很足 也有媒体看到,董璇和这位男士相邻而坐实 立不必会地在表演前放鞋 这是不是说明两人已经很亲密 互相有安全感 老实说,我也觉得这个官的可信不容易 但是从网友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很乐见经历了大场可怕惑梦的董璇 能遇到良人,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在董璇是个坚强的女人 一个人活得也非常自合 恢复曝光的一张镜照中 还身穿白阵衫搭配绿色休闲裤 长发弹起,大气的乔征 一边吃个冰锅,桌上还放着一气水 像个小女孩,和其潇洒的舅姿 再看看,2008年,董璇在澳大利亚处理骄心的家时 憔悴的温馨,这比他半年落前在澳洲出席 挺闪时,让人心痛的沮丧模样 明显可以看出董璇的心境有了改变 眉头舒展开了,嘴角也上摇了 打一起亲子餐厅来,也都是亲密亲围的 圈内好朋友分分感爱爱他 支持好人人的董璇,为他加油打气 演化剧,排新戏,为精灵般的悲恋小姐卧正买本钱 忙得不一定能够 真心替董璇的新生活感到排新,祝福董璇 一顿不愉快的婚姿,真的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担心妈妈的新生活,有种多值得期待的本性 比如借鉴于一部日剧,脑洞如笔 说的是单身妈妈的情感情运,真的离奇,真的暗黑,真的曲折 去年叫我分享的老公 这部剧的反转,简直到了山路石包弯的程度 我们先从女主孙夏秦美说起 单亲妈妈孙夏秦美,38岁,职场精英,食品公司董事会成员 带着判递的女儿和新丈夫公平共同生活 秦美虽然甜蜜的称呼公平为老公,实际上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 这点对于经历过失败婚姻的秦美来说 好像不值得去计较 因为婚姻这个形势,真的不能给她安全感的幸福 反而是公平的温柔和贴心,让秦美和女儿都很满意 认识公平和我员,那一天因为前夫的一份暴力 甚至离婚后还要对她跟踪恐吓 秦美绝望地走在马路上,空空的眼神 仅看一见红绿灯的指示,在几乎要被车辆撞上了一刻 公平出现在身后,及时拉住了她 走进秦美对生活后,公平工作在忙 也会坚持每天准时地和秦美和女儿一起吃饭 她请美做的菜像自己是妈妈的味道 她请美的笑容最有魅力 一家人打打打打打的样子,叫人看得很惡心 公平可不仅仅是个嘴上某一个男人 她也很务实,身为企业社长 服二代,她虽工作繁忙 依然会耐心交进美女儿 如何在学校建立自己的圈子 教她化解人机关系的烦恼 私下里,公平偷偷告诉小姑娘 以后和妈妈在一起,要看好妈妈不满 小姑娘开心地说 如果父母可以选择的话,我多么希望小姑是我的爸爸 然而,公平起来被一场意外 让秦美丽幸福将来而止 焦着不已,等待公平回家的秦美 竟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公平时刻正在英雄 白色热节奏,心慌失措的景点赶到时 公平已经去世了 秦美正悲伤的无意乎家 突然一个素不相似的女人 重新来放生大哭,说她是公平的妻子 两人上前都能去,不知道是该现色还是幸福呢 又一个年轻的女子,非常逆劫冲进来 几乎摊在了病房门口 原来警方在公平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 找到了他们三人的名字 三个女人在公平记事本上的代号为 一号妻子,二号妻子,三号妻子 一号妻子是42岁的女星 私人健身教育小男家带子 也是因为有15岁儿子的单亲妈妈 当日在健身房 小男家带子给予男性顾客行家之则 动手用脚,公平挺身而出 强壮的身体 只有一边收着头就让脚直的男顾客不敢再造次了 二号妻子,正是心理对而老牌为公子的心下情美 三号妻子,28岁的保育员腾宫茜 一位有两个双胞胎的甜美单亲妈妈 在一次推着双排儿童座椅的自行车时 意外摔伤 正好路过的公平停下来 扶她起来 然后善良力带她去医院治疗 三位妻子都以为自己是她的唯一 因为扎男公平每天会精心心训练好时间 游走于三个家中 就在遭遇不测浪片 她与三个妻子练了不同的时间 分别进驻交往纪念日 相遇纪念日 审恋 公平甚至贴心 一带三个妻子 飞往各种地方秘院旅行 开甜甜的 有一事赶到红纱罩 真是很辛苦了 三个女人正吵到扑扑抬交 警察又带来一个更爆炸的消息 公平的死并非意外 而是被百徒杀害 而且遇害当天 公平恰好买了一枚贵重的戒指 打算向其中一个求婚 但公平也恨后 戒指不翼而飞 警方怀疑有人因为歧度将公平杀害 剧情发展到这 也算够离奇了吧 光是不安找出凶手 这些也够悬疑的了 居然 公平还留下了三亿日元遗产 遗嘱说要让她最爱的 准备求婚的那位女人来继承 到底谁才是上日凶手 谁又是公平准备求婚的女人呢 虽说脚踏三条船的渣男 看似安排的天衣无缝 可剧中三位女性 性格各异 但都从美国一样 面对一个相处多年 却每天分时间乱在家 长头晚张不着家的丈夫 竟然恶不起一心 这简直是太小朋友 你感觉是觉得妈 除非她们前一世 都根本不想追究真相 只想享受男人奇遇的情话 但这个男人真的满足了 你所有幻想 事业有缠 却依然有宗重妻子 会欣赏和夸奖妻子的男人 你胸面多吗 不是 有吗 在忙都不知 喜欢自成长的父亲 在现今也属于相当珍惜的物种 三号妻子的两个年弱的双猫胎 宫廷一人放下身段 平心静忌地陪他们玩耍 将动作的恶恶恶之 而他们能接受 没有任何手续的事实婚姻 却不接受前任 是因为前任永远在嫌弃他们 怀疑他们 甚至家暴 没有给过一年支持和爱恶 其实中央公表型的渣男 都有一个不同的特征 和他们甜 他们呢 他们会查验公色 为些工作满足你的情感需求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最终是谁杀了中央公表呢 留着前面去距离找答案吧 渣男目的当然恶心 但我觉得正牌老公们 该学学渣男的技术 把这些甜甜酸酸的小心撕花在自己老婆身上 婚姻才有情趣吗 对不 点击阅读人文 跟姐姐一起快活动手